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台中市政府响应中央水环境建设计划,积极争取水与安全、水与发展、水与环境三大主轴建设经费出福田再生水示范推动案以或中央核定43亿元以外,再争取到17亿元将推行于水下水道系统及排水改善、水南、再生水、水环境改善等工程。 此外,并将持续争取77亿元补助、推动水患治理、水环境改善及水资源永续发展、打造台中成为不缺水、不淹水、清净水的任性城市。 水利局表示,在水与安全部分市府以或中央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核定期。 55亿元办理清水、沙鹿、新社、东市、大理、雾峰、太平、西屯、南横等行政区16建雨水下水道系统及排水改善工程。 海线沙鹿、清水、无期、龙井地区与水下水道系统检讨规划,与峰园、雾峰、太平、大甲、东市等地区与水下水道普查案。 此外,并正向中央争取28亿元办理零措排水系统等八件区域排水治理工程与软皮载溪排水系统及七星排水治理计划,以加强防洪安全。 在水与发展部分,市府积极推动福田及水南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生水计划,其中福田再生水示范推动案已或中央核定43亿元。 日前并核定期,七亿元办理水南再生水计划将打造都市小水,库以解决汗气缺水问题令核定5200万元办理东市、石岗和平区等四件也息整治工程。 在水与环境部分,市府择获中央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第一批次核定一。 56亿元办理绿川复兴路至爱国街、黎宁沟、南市溪、南市坑溪等四件水环境改善工程第二批次将持续争取48。 8亿元办理柳川第二批绿川、汉溪排水、法子溪、辉来溪系统、辉来溪及朝阳溪及台中港特定区等六岸水环境改善计划,以营造台中市永续优质水岸环境为目标。 水利局长周庭章表示,配合中央水环境建设计划,市府提出包括改善河川水值,营造清水环境,改善一烟水地区、水资源永续再利用等多项计划,积极争取水域安全。 水与发展水与环境三大主球建设计划相关经费目前已或中央核定供六十三亿元后续将持续争取近77亿元推动水患治理、水环境改善及水资源永续等重大建设,为台中市营造不缺水、不淹水、清净水的优质好生活环境成为永续任性城市。